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两人互相帮助鼓励 在追求梦想和爱情的路上共同成长 不过节目一开播 就有一个人给了吴磊很大的支持和鼓励 那就是北电的师姐杨子 杨子在微博上转发了吴磊的宣传消息 并给他打电话 称高山 河流 冰川 今晚还是看宋三川吧 这句话不仅赞扬了吴磊的人品 还推荐了就是爱而已 非常真诚有力 杨子和吴磊都是北电的演员 两人也是兄妹关系很好 在之前的节目中也有过互动 吴磊看到杨子给他打电话后 也在评论区回复了他 并点明了他主演的另一部新剧《长相思》 他说 宁可望《长相思》 不如望短相思 中相思 这句话既对杨子的角色充满期待 又为《长相思》助威 非常暖心和用心 《长相思》是由杨子张婉怡主演的古装乐恋剧 讲述了一对忠贞不渝的恋人同生共死的故事 该剧已经有150万人次预定 部分预告片和花絮已经放出 看到杨子和吴磊的暖心互动后 网友们也纷纷留言表达感动和期待 有人说 师兄师姐好暖师兄师姐好温暖 互相支持 互相打口 期待他们的新剧 杨子吴磊都是实力派演员 而且他们的新剧都非常值得一看 希望他们能收获更多的好评和喜爱 《长相思》和吴磊的《至爱》是我最期待的剧 两部剧风格不同 但都非常好看 不知道先播哪一部 杨子和吴磊的互动太有爱了 他们的话很有意味 他们不仅在为自己的戏打口 也在为对方的戏打口 暖心 从杨子和吴磊的互动中 我们可以看出他们之间的友情和默契 他们既是同校的兄弟姐妹 又是同行业的同事 他们都在娱乐圈打拼 为自己的梦想而努力 斗争 他们也有自己的新剧要播 也不忘为对方加油打气 这样的互动让人觉得很温暖很真诚 也期待他们的新剧能早日与观众见面 带给我们更多的精彩和感动 零儿 没有造型师吗 杨子一进沉香扎组 问题就来了 欢瑞的自制剧《沉香如面包屑》 一直备受关注 尤其是女主角人选的频繁更替 让观众对剧及质量产生了担忧 不过近日该剧已经进入拍摄阶段 而杨子也加入了这一组 让人更加期待了 不过 由于杨子的加盟 以及拍摄现场录透照的曝光 又引发了新的讨论和质疑 首先要说的是 欢瑞的自制剧《沉香木片》 确实很有格调 无论是拍摄场景还是背景画面 工人们用心做好每一个细节 可见制作者的诚意和用心 如果在其他方面也能找到同样的认真 那么这部剧的质量绝对不会逊色 作为杨子的粉丝 很多人都抵制他接戏 他们认为 杨子被资本的利益所控制 成为了资本的工具 他不应该接受这个质量 未经验证的古老傀儡童话 不过 杨子无论如何都离不开做演员的初心 他必须认真对待每一个角色 竭尽全力去演好 杨子和诚意都是非常敬业的演员 他们一定会为这部剧 倾注自己的血汗和心血 关于剧情 目前还没有相关消息 现在猜测剧情还为时过早 不过观众对于这部剧的期待值 还是很高的 毕竟杨子的人气和口碑都很高 他在之前的古装剧《香蜜沉沉浸如霜》中的表演就受到了观众的好评 这部剧也一定会受到观众的喜爱 话虽如此 在杨子入队后 拍摄现场的路透照也迅速在网络上流传开来 我们看到成衣一身白灰搭配 佩戴葫芦配饰 帅气潇洒 整体状态非常好 而杨子则身穿白蓝相见的纱裙 手持长剑 聚精会神地听着导演的吩咐 杨子的状态非常好 难得有粉丝发现破绽或者不满 看得出来 杨子对这部剧是下了很多心思和心血的 对于角色已经是全身心的投入了 然而路透社照片的发布也引发了质疑和质疑 不少网友发现 杨子的长相和剧中的其他角色非常相似 甚至一模一样 比如赵露斯在拍摄古装剧《试一试天下》时 也穿了非常相似的衣服 在《琉璃》中 袁冰岩的打扮也和杨子很像 更让人揪心的是 这三部剧被网友Pick的造型师是同一个人 这些造型师到底在想什么 难道他们不认为这种 雷同会引起观众的反感和不满吗 这些问题会不会影响观众的观影体验 我们不得而知 但幸运的是 杨子的粉丝和观众都非常支持他 他们相信 杨子会用实际行动证明自己的实力 也希望制作方能更加认真对待每一个细节 让观众看到一部真正的童话佳作 最后 我们还是要问沉香碎屑最后会是什么样子 03 到风里去引领2023年木偶剧热潮 刘亦菲李宪的美好爱情 2023年是一场木偶戏的盛宴 各种类型的青春爱情故事层出不穷 让观众目不挟接 在众多的木偶剧中 有一部剧以高质量的制作 优秀的演员和感人的故事 受到了无数观众的关注和喜爱 那就是刘亦菲李宪主演的去风口 《道有风》的地方改编自同名小说 讲述了两个性格迥异的年轻人 在大理云庙村相遇相识的故事 刘亦菲饰演的林妙妙 是一个活泼开朗 热爱生活的女孩 她从小就对云庙村有着特殊的感情 因为那是她母亲生前最想去的地方 李宪主演的江峰是一个沉稳 理性、敬业的男人 她是一家旅游公司的总裁 她阴差阳错来到云苗村 与林妙妙产生了误会和矛盾 两个性格迥异的人在云庙村 这个美丽神奇的地方经历了各种奇遇和奇遇 也逐渐放下了防备和顾虑 他们相互理解、相互扶持 共同探寻云庙村背后的秘密与传说 我也找到了自己内心真正想要的东西 他们之间的感情也从一开始的相互排斥 到逐渐产生好感 再到坠入爱河 经历一段美好动人的爱情 到有风的地方以大理云苗寨卫背景 展现了云南的民族风情和自然风光 画面唯美醉人 剧中既有浪漫甜蜜的爱情戏 也有惊心动魄的奇遇 也有温馨感人的亲情友情故事 云苗族的神话传说和文化习俗也融入 剧中增添了神秘色彩和民族特色 刘亦菲和李宪这对荧幕情侣 也是道友风的地方最大的看点之一 两人都是实力派演员 演技精湛自然 刘亦菲饰演的林妙妙 是一个阳光 乐观 积极 善良 勇敢的女孩 充满梦想和热情 她用微笑和行动感染着身边的每一个人 李宪上热搜 李宪正在武汉参加线下活动 人山人海 这不可能是我吧 李宪在武汉圣图的亮相 真的是超级有实力 李宪来武汉参加品牌线下活动 现场人气好高 她是运动员 英俊儿强壮 她是一个自律 热情 热爱运动的男孩 为什么我们现在的男朋友都这么牛逼 她穿得很紧 长得这么像李宪 这该不会是我吧 来到这个男护士面前的人 多半都会这样感叹 虽然戴着面具 但武官和魁梧的身形 都和李贤一模一样 一些学生认为这是真的 李宪最近现身武汉参加品牌线下活动路透 帅气十足 青春洋溢 很有活力的运动前辈 画面真的超级好 我的天 人潮实在太多了 这是一个长周末 没有宣传 商场一大早就开门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